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聰明哥生活 帶您生活聰明哥 我是邱子玲 現在疫情肆虐全球 沒想到有人發現 SARS跟武漢肺炎很巧合的是 在台灣40天內就爆發了院內感染 還有哪些相似之處呢 一會兒帶你來看 而法醫高大成也提出 自己對武漢肺炎的看法 他說男生的死亡率會比女生高 竟然是因為藍色體的關係 女性的免疫系統比較能對抗病毒 真的是這樣嗎 也是引起不少人討論 那受到疫情呢 影響不少航線都暫時停飛了 航空貨運的費用也飆到了天價 有40倍的價差 精彩那樣請鎖定聰明哥生活 好的先帶您來看一下 疫情中心的疫調 被傳染的案24跟案35的清潔人員 在同一間醫院 兩人在急診是有重疊的 目前還在追查到底是誰傳染給誰 而專家就憂心 如果是獨立個案的話 等於院內至少有好幾個地方都被感染了 恐怕有擴大傳染的風險 40天爆發院內感染 而前和平院的急診室的主任 他就比較說兩者的疫情 他說現在不太需要像SARS當時一樣封院 只要抓到重點就是受染的區塊 淨空消毒就可以防止疫情再擴大 從年前蔓延到3月疫情還在持續 這病毒也是超狡猾的 有人就提出說溫暖的夏日氣溫 將阻止病毒蔓延 不過衛生專家的看法不是這麼樂觀 他預估病毒只會減緩傳染的速度 在中國公布了三個傳染的途徑 除了飛沫跟接觸傳染之外 還有一種叫做氣溶膠傳播 它是介於飛沫跟空氣傳播之間 假設確診病患 它咳嗽或者是打噴嚏 病毒就會吸附在懸浮微粒上頭 傳播的距離大約就是兩到三公尺 通常會發生在一般的病房上面 做呼吸治療的患者身上 那至於空氣傳播的距離 大概就是10公尺左右 又是以麻疹病毒居多 但是目前這個武漢肺炎 也還沒有證實會藉由空氣來傳播 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像是南韓的疫情升溫 業界就預測 如果南韓無法進一步的控制疫情 將會影響5奈米推出的時程 客戶勢必會減少對三星的下單 進而增加競爭對手訂單量 市場評估這台積電5奈米試戰 可能會再次玩風三星 但是7奈米的產能是否受到華為的影響呢 還要再觀察 大家現在不出門在家玩遊戲了 那任天堂Switch遊戲機 全球賣到大缺貨 結果供應鏈沒有辦法全面復工 市場傳出面臨缺貨麻煩的任天堂 緊急下單給主力代工廠鴻海 而董事長劉洋偉首度證實 疫情對手機的獲利是有部分的影響 而今年成長幅度可能會微幅下修一點 但是復工率已經超過了季節性需求50% 立平三月頂恢復正常 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 真的很多店家都快要撐不下去了 所以大家紛紛自己出招 看能不能止血 我們來看一下各大商圈是怎麼自救的 首先在西門町有乳肉飯的名店 他們選擇降價優惠來搶客 譬如說他們的湯跟飯都會降大約5到10塊錢左右 不過也是有店家撐不下去的 像是東區兄弟飯店的宏家 他們就開出13億要賣掉潮貴餐廳丟出震撼蛋 而在士林夜市也有非常多的空店面 沒有人租怎麼辦呢 有地名地標的名店退出 所以代租的店家已經衝到了80間了 所以有些屋主決定要降租金 希望可以趕快租出去 而永康商圈雖然說還是有人潮 但是還是少了很多觀光客 平均消費也低了 所以現在他們也有新的決策了 就是他們要發起消費券來自救 希望能夠吸引一些在地的消費者 但是這樣看起來各大商圈的人潮 真的是不如以往這麼的多 尤其是看到很多店面都是空的 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過去很多房東的態度都很強硬 幾乎都是不降租金 問題是現在受到疫情的影響 看來房東不得不妥協了 各個產業像是兩岸登凱港的航線 現在都只剩下一城左右的航班 倒是航空的貨運非常的強壽 下是華航 之前他們看到這樣的一個商機 持續訂購大量的貨機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機隊數量是86 直航97個城市 他們現在也採購6架波音機陸續的交機了 而這6架貨機的訂單金額高達21億美元 另外還有長榮航空 因為疫情的影響導致航班大減 當然貨運的數量就會緊縮導致運價飆漲5倍 的確貨運需求非常的強 像是台華中飛航 我們可以看到國際的物流業務量也大增 所以付中國的貨運幾乎是一貴難求 台北到成都的手機零件 甚至每公斤付出200塊台幣的天價 是台灣到上海40元的5倍 那據了解貨主為了搶倉位自己出的價 也創下日理史新高 因為中國要拼復工 所以重要的組件衣材等產品搶進中國市場 到中國的航空貨運真的是一貴難求 也讓航空貨運的價格再度大漲 中國製造的夢破碎了 有東方芝加哥之稱的武漢 其實是汽車跟半導體產業的重症 但是疫情影響也讓汽車半導體能源業成了重災區 中國的經濟就像按下暫停鍵一樣 對台灣來說是危機還是轉機 而台廠的機會又在哪裡呢 帶你來看 台廠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 不過現在武漢肺炎的確診病例也不斷的上升當中 因為確診而死亡的患者男女性別比例 法醫高大臣他就認為 男性會比女性多一倍 他解釋因為男性的歪染色體只顯示出性徵 而女性的免疫系統更能抵抗武漢肺炎這種病毒性的感染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帶你來看 武漢肺炎的表現不在乎 不在於呼吸道 反而是要注意的是嘔吐腹泻等等的腸胃道症狀 但是國內醫師認為這應該是零行個案 有可能是小朋友因為腸胃道的疾病到急診去看診之後遭受感染 呼籲家長千萬不要過度恐慌 台灣的食品機械隱形冠軍就是靠著客製化量身訂做外銷超過110個國家 一台機器就可以做出200多種不同的餃子 他們是如何將機器做的餃子也呈現出手工的口感呢 關鍵其實就是在於自主研發的模具 只是雙面的因此吃起來口感特別的立體 那其中的關鍵呢 就是這個模具 因此可以把手工做的餃子 以及機器做的餃子 差距越拉越小 光是要一個秘密基地 這裡是食品配方式 透過跟食品配方員來討論 讓客戶的產品達到最完美的表現 像是日韓客最愛去的永康商圈 業績明顯掉了四成 士林業是更慘喔 店家沒了生意撐不下去 整個士林商圈代租店面多達80多間 華航先前才要高層主管 供體時間減薪10% 現在又發出員工信 說明希望員工多多安排休假 就連留停也放寬申請 坦言說現在營運就像雪崩一樣 而空服員也表示 減班等於減少收入 希望別裁員 渴望政府幫忙紓困 防疫期間空姐全面 口罩上工 機場航班更是一片紅通通 不少班機取消 華航更發出員工公開信 用雪崩形容這次危機 為了讓一萬多名員工可以生存 除了請盡量配合提出特殊試駕 和放寬留停申請 也務必配合適度的安排特休補修 但如果公司營運狀況持續惡化 就得推出其他應變方案 光華航集團就需要50億的一個紓困 你的收入受到一定衝擊的時候 那當然都會有不平 工作權不能受到侵犯 也就是說不裁員 員工無奈只能以不裁員為底線 因為光是二月就取消一千四百班次 佔總航線百分之二十三 三月更是已經取消將近三千航班 高達百分之四十九 直言衝擊比2003年的SARS 和2009年的金融風暴還要嚴重 空服員更說減班就是減少收入 長榮航空則是對員工保證不裁員 不放無薪假安定內部信心 武漢肺炎造成航空業營運雪崩 航空公司勒緊褲帶 就盼疫情能提早結束 三順道爾成了一天台報導 航空觀光產業真的深深受到影響 甚至連旅客出國必備的 上網WiFi機業者也受到波及 業績是比去年同期跌破了八成 歡迎回來從明哥生活 很多國家都在感知口罩 現在傳出口罩最重要的核心 綠菌層 龍噴不織布 價格大漲 在中國一頓飆上了160萬台幣 而國內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台南的口罩大廠董事長也說話了 他說了什麼呢 帶你來看 表現全球是有目共睹的 這比預寒都來得出色 但其實國內有不少科技產品跟技術 也是在疫情失控的當下 展現出價值輸出國際 像是這個24小時監控的智能體溫貼片 一台接收器就可以同步監測上百名病患 還有微創手術實驗室可以同步將線上的手術課程 以3D方式直播放送全球 民眾為了防疫都在添購防疫物資 不過被視為力聚滅氣的紫外線燈 能照手機或餐具 但是醫師呼籲紫外線燈絕對不能照在人體上 因為這不僅會造成人體皮膚細胞 角膜受損之外 它嚴重的話還會致癌呢 一人大S老公汪曉飛在台北經營的 飯店S Hotel 因為武漢肺炎疫情 傳出員工被迫放無刑假